哈囉大家好我是KK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因為情人節快到了 然後我其實之前去年七夕的時候 也有拍一個情人節送禮清單 不過就是主要都在講Chanel的東西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些送禮的選項 就是我自己覺得比較適合的一些東西 在開始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的話 右下角趕快幫我訂閱一下 那如果你已經訂閱的話 就趁現在先幫我按個讚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收到一個實際的物品 然後希望那個東西是我可以一直用的 所以我就會以這個角度出發 情人節對我來說 我其實覺得沒有像生日或是紀念日來的這麼重要 因為我覺得生日跟紀念日都是屬於比較個人 其實大家都不一樣嘛 那情人節對我來說 比較像是一個商人賺錢的節日 但是我們當然也希望在情人節的時候 可以送對方一個新意 所以我心裡想的禮物呢 都是一些比較實用配件型的禮物 就是讓對方可以常常佩戴在身上啊 然後可能看到那個東西就會想起你的 那第一個我要推薦的呢 就是香水 我覺得香水這個東西味道是很主觀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送朋友的話 會有一點點踩雷 因為你不知道其實對方到底喜歡什麼樣的味道 那除非你們是很親近的朋友啊 或是情人那就不一樣 Either就是你知道他喜歡什麼樣的味道 或是你希望他身上有什麼樣 聞起來有什麼樣的味道 那我覺得香水就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項 那今天我要分享兩個 一個是我覺得很適合女生的 另外一個是我覺得很適合送給男生的 那我要推薦的女生香水呢 這是 Burrito的這瓶 Blanche 這瓶味道呢是有玫瑰跟牡丹味道 但它一開始噴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味道蠻濃郁的 然後你會聞到一個比較像是 我覺得比較像是那種洗衣精很舒服的味道 所以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很清新不做作的味道 就是這種仙女氣質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蠻適合大部分的女生 那男生的話我要推薦是這瓶 Lelabo的Santo 33 Lelabo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Label是你要買的時候呢 它幫你印出來的 我不知道台灣是不是這樣 但是至少就是我之前去Lelabo店裡買的時候呢 我是可以克制這個上面的Label 那我可以就是克制給我要送的人 就把他名字放在上面 或是你想要想一些比較特別的密語啊 什麼的也可以請那個店員幫你克制 味道是比較彈目調的 這味道其實沒有分男生女生 女生也是可以用 那我自己是覺得比較適合男生 他一開始聞起來的時候 是有一個皮革的香味 然後到之後呢 你才會漸漸聞到那個彈目的味道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層次 然後很適合冬天的味道 那第二樣呢 我要推薦的就是圍巾 因為夕陽情人節剛好在2月3月嘛 所以在冬天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那我覺得圍巾就是一個不限男女 蠻適合當作情人節禮物的選項 畢竟這個東西就是 什麼樣的價位都有 不過我還是會比較推薦大家 選一些比較好的材質 比如說是Cashmere或是羊毛 因為這東西也圍在脖子上 然後如果很不舒服的話 你就完全不會想要用這條圍巾 除了保暖之外呢 我覺得它那個親膚的感覺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Acme Studio的圍巾 這條圍巾呢 我其實才剛拿到 因為剛好打著 所以我還沒有真的把它帶出去過 但是我試戴起來呢 覺得它親膚感覺是還不錯的 他們家還有別的 就是Cashmere的選項 那我覺得除了保暖之外呢 它就是也有一個挺度在 你不會覺得就是 它好像滑滑的 我自己個人比較不喜歡那種很滑的圍巾 可是希望有一點皺褶啊 然後可能可以有一點點造型的感覺 那大家也不一定一定要買Acme Studio圍巾 因為他們家圍巾其實價位算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有其他比較平價 然後是Cashmere的圍巾的話 我會非常推薦 那既然都拿過來 我想說那我圍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條圍巾因為我買的是深灰色 所以它前後都可以圍 這條應該是比較女生的版本啦 然後它好像也有一個男生的系列 欸我應該圍另外一邊 因為我今天穿前灰 大概是這樣子 看到嗎 我把頭髮拿出來 就是它有一個它Logo 就是它圍巾上面是有一個很大的Acme Studio 但我覺得這造型非常好看 因為你圍起來的時候你根本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又有一個就是圖層的感覺在上面 所以我非常喜歡 那第三個我要跟大家推薦的禮物呢 就是皮夾 之前有聽朋友說他看了唐威的影片之後呢 就是說皮夾三年就要換新 因為你的運氣什麼都被用光 那當然這是一個迷信的說法 我只是覺得皮夾是一個很實用 然後你可能你每天都會需要用到的東西 就很適合當作禮物送給對方 雖然我沒有迷信三年那個東西 但我確實有一點點迷信就是皮夾的顏色 因為紅色就是露彩 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可能就會盡量避免紅色 而且紅色好像看起來也有一點太招搖 那女生的話呢我就還是會推薦我之前在我 Chanel影片裡面推薦過那個經典的卡架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萬年不敗的款式 所以如果要送禮 然後預算也夠的話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那男生的話呢 我就還蠻推薦BV的 因為我覺得BV它的 就整個都是皮皮革的嘛 我覺得買起來比較有那個價值 再加上男生拿起來就會覺得 有一種很紳士很穩重的感覺 我剛推薦Chanel跟BV也不一定要買這些牌子 我覺得大家是根據自己的預算去做一個選擇 那這是我覺得比較有質感 然後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想要買一個東西 可能用一下下就壞了 或是用一下下就不喜歡 那接下來我要推薦的配件類禮物呢 就是墨鏡 我覺得墨鏡這個東西也是每個人都需要 那除了是當作擋太陽保護眼睛之外呢 它通常也是一個配件嘛 所以我覺得多一個也不會嫌多 那就是一個不錯的送禮選項 送墨鏡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因為每個人臉型啊不一樣嘛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很好看的款式 帶你臉上不一定就是適合對方 最好的情況就是你們已經偷偷去試戴過 然後你確定對方 欸就是那個也那墨鏡他很喜歡 然後也很適合他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當作禮物送給他 我自己會比較推薦的品牌 就是Gentle Monster或是其他不錯的名牌也有好看的 那我自己是常看韓星就帶Gentle Monster墨鏡 我自己覺得非常喜歡 那最後一個我要推薦的就是飾品 那這可能就比較受限於女生 我想要推薦Hira Jewelry的字母項鍊 因為我覺得字母項鍊呢算是比較客製化一點點東西 因為你是送給對方嘛 所以如果你可以送一個 就他名字的東西或是他名字的字母項鍊的話 我覺得對方收到也會覺得說 喔這個東西是特別為我而定製的 有一種讓自己覺得很特別的感覺 那我覺得女生收到的話應該也會蠻喜歡的 那我為什麼會推薦這個牌子呢 好啦它是我朋友的自創品牌 我可以再拍另外一集跟大家聊一下選擇飾品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要花錢買飾品的話 就希望可以買一個質感好一點的 可能是14K或18K以上的飾品 他們家的飾品都是有一定的品質保證 因為都是14K金以上的 這種東西呢你平常佩戴 然後如果不想一洗澡忘記拿下來 或是甚至你想要一直戴著 都不是一個問題 它的售後服務也非常好 那飾品除了我剛剛推薦的之外呢 其實如果你預算比較高的話 我覺得Chanel的耳環也非常適合 那想要知道是哪種款式 我特別推薦的話 就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一支七夕情人節拍的影片 那或是就是你送禮的對象 有特別喜歡的牌子的話也無所謂 但我覺得飾品不管是項鍊耳環 都是非常適合當作情人節的禮物 那最後我想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花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情人節禮物 我跟小幫手討論了一下這個問題 我覺得10個女生裡面 撇開那個會對花過敏的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概有8個女生都是喜歡花的 大部分女生覺得不喜歡花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覺得花可能3到5天就凋謝了 所以如果你有送她一個實用的禮物 再加上花的話 我覺得就會非常非常的加分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實用配件型的禮物 那不過這就是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選項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東西可以用一陣子 不過如果你是想要規劃一趟旅行啊 或是一起去聽演唱會 這些就是可以一起製造回憶的禮物的話 我也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就是重點就是心意嘛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想不到要送什麼的話 因為今年的情人節就是初二嘛 可能就包個紅包 也好像也還不錯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掰掰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我們下次見 有多大的喜歡 我們還是要請教導 我覺得很簡單 我們下次再加上 火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